台湾的森林当中有很多珍贵的木材资源 来看到这是在台北松山园区所举行的 台湾珍贵木材收藏季拍卖的展览 让民众都可以来参观 画面来看到这个巨大的木头呢 几乎像人一样高 和解和各种形状都有 那这是很多民众甚至周末来看展览 那么基金会早期合法标购了很多稀有的木材 拿来收藏跟保护 而这一次展出的木头包括有台湾肖南 有巴西独板以及肖南城洋蚁等等 那么台湾肖南呢是很稀少的 生长也很缓慢 所以肖南木的纹理相当的漂亮 也很非常的珍贵 这次在展览当天 也找来文化艺术家一起来参与 书法家还拿这个毛笔来挥毫 提出了这个神木两个字 而现场还有吉他诗人来进行演奏 带给大家视觉 听觉跟听觉的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